你现在看的 YouTube 毫无疑问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影像资讯的发布和接收的形式 今次我们回到这个平台的其中一个原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 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识》会和大家简单说说 YouTube 的第一部影片和它背后的故事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频道 《皮毛小知识》主要是介绍由实用甚至去到无用的冷知识或流行文化 如果有兴趣不妨订阅我们或者加入会员 Let's get started! YouTube 作为全球最大的影像分享平台和全球浏览量第二高的网站 截于 2022 年,每月每月用户更加已经超过 20 亿 界面支援大约 80 种预言,并提供 91 个地区的版本 在全球大约 200 个地区和国家里面 目前只有少于10个国家禁止 YouTube 现在的 YouTube 影片类型包罗万有 由不断创新的自家小型创作 到主流媒体的传统模式都有 但罗马并不是一日建成 这个改变世界的网络平台的第一条影片又是怎样的呢? 回到 YouTube 被建立的 2005 年 第一部被上载到平台上的影片名称是 Me at the zoo, 华文大概可以译成 我在动物园 条片由 YouTube 三位创办人之一的 Jocker Winn, 在 2005 年 4 月 23 号发布 影片长度只有 19 秒 基于当年的科技,影像质素夹到模糊 解像度只有 240p 全片一镜到尾,并会任何剪接或者后期加工 内容也非常简单 镜头拍着当时只有 25 岁的 Jocker 生存在美国加州圣地亚的动物园 他只是站在两只大笨像面前随便地说了两句 全片的内容大概是 好了, 我现在站在大象前面 他们最酷的就是 他们的鼻子真的, 真的, 真的很长 这个实在, 实在真的很酷 我要说的大概就是这些 就是这么多 截于 2022 年 10 月 累积的观看次数达到 2 亿 4,600 万次 以及得到 1,200 万个正评 事实上 YouTube 在 2005 年 5 月才开始做公开测试 要到 12 月才正式启用 所以这条片组在公测之前就已经发布 Jocker 作为 YouTube 的开发者之一 可以发布到平台上的第一条片 其实都是理所当然 这部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19 秒日常录像 但确实有着标志性的多重历史意义 早在 2010 年 YouTube 的发展初期 洛杉矶时报就已经对这条片作出了透切的分析 他们当时认为作为第一部上载到 YouTube 的影片 它在根本地改变人类使用媒体的方式上 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 剃造了一个全新的一分钟短片黄金时代 马后炮地说 这条片的结构和表达方式的确齐备了 所以现在的网络影片应该要有的主要元素 再者这条片亦反映了 最初创办人对平台上的影片形式的愿景 另外有趣的是 创办人 Jocker 从未成为过 YouTube 的正式员工 在 2006 年 Google 收购 YouTube 之后 在过去这十几年间 他偶然都会透过修改条片的 description 或者 comment 来拍评 Google 或者 YouTube 的政策 最近的一次就是 2021 年 11 月 他拍评 YouTube 隐藏负评数字的做法 另外顺带一提 在资料搜查的过程中发现 根据网络时光机的记录 Jocker 频道在 2005 年 12 月就已经上载了 121 部影片 但因为不知名的原因 去到 2012 年影片几乎传数被下架 只剩下这部 Me at the Zoo 经我再仔细调查过 Jocker 频道后 毛尔中在发现 在网络上不论是华文还是英文 几乎所有关于 YouTube 上最古老的 十部影片之内的报道 都不完全正确或者最少有误度的成分 当然 Me at the Zoo 毫无疑问 就是 YouTube 上的第一条片 但事实上在发布 Me at the Zoo 的同一天 Jocker 也发表了另一条叫做 Rolling Down a Hill 的片 即是画面内大家在看的这一条 这个才是 YouTube 上真正的第二条影片 大家之所以能够看到这些片段 是因为几年前一些网络考古学家 发掘出小两句早期的影片 进而再发掘出全数的影片记录 当中处大部分都被这些 Top 10 还要早 况且网络时光机回数 早到 2005 年 8 月 Jocker 已经上传了 68 部影片 这个就引伸到真正的最早期影片 可能早就已经被用户自己删除了 例如画面内这部经由网络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影片 很可能才是 YouTube 上真正的第四条影片 所以这些报道正在介绍的都只是 现存最古老的 YouTube 影片 好了今天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趁这条影片目前仍然健在 如果有什么想和 YouTube 共同创办人 Jock 说就可以去那里留个言 好了如果大家到 YouTube 的第一条影片 或者共同创办人 Jockerreen 有什么看法 或者资料上有什么补充都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欢这条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都OK 请你按一下 Like Share 出去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下小鐘 或者加入做会员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另外的皮毛小知识 Bye